你们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北京海底捞好吃 对 海底捞也挺好吃的 因为人家的基地嘛 这肯定是好吃的 海底捞 哎 金连 你吃过海底捞吗 海底捞 你知道吃什么吗 火锅 对 我知道呀 但是没有去 刻意的去吃过 那这个样子 小姑娘 我看我多久有时间 我带你去尝一尝 很火的一个火锅 特别好吃 是不是 好像比成都的那个什么都火 老北京豆汁 对对对 那豆汁真的绝了 豆汁我真喝不来呀 为什么喝不来 我喝豆汁 我喝了一口进去 然后我就 就马上就哗哗的 就那种感觉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喝豆汁 有人喜欢吃吗 咱们主人家的 你们有人喝得来吗 太上头了 其实我觉得的话 那豆汁确实有点上头 我现在咱们直播间2.3万人了 这么多人了 今年晚上好 来 咱们直播间 大家晚上好 我们刚刚开直播10分钟 哥哥姐姐们 叔叔阿姨们 晚上好 刚开直播10分钟不到 欢迎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今天小姑娘的话回到了家 回到家里边了 然后我刚刚陪她收拾了一会儿 她把她的行李给放了 我从北京回来 我就直接到了吉林他们这边 然后陪她嘛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我把这小姑娘带出去 咱们就要把她安安全全完完整整的送回家 对不对 咱们主播间们 因为这小姑娘她没出过远门嘛 但是我们的话随时习惯了嘛 可能随时出差之类的 但对她来说 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 对人家小姑娘来说 她是第一次 对不对 咱们得有责任性 我也得把她 怎么样把她给带出去的 咱们就得怎么样 给人家小姑娘送回来 所以说叔叔的话 我多花点时间没关系 就可能说 因为我工作嘛 工作原因 工作的话 叔叔我很多工作 我也在线上就解决了 就处理了 然后更多的时候 我就得陪这小姑娘 把人家安安全全的送回家嘛 不然人家家里人得担心 对不对 咱们主播家人们 今天晚上好 他们也刚刚进来的给你打招呼 晚上好 晚上好 哥哥姐姐们叔叔 我们在北京完了两天 成都完了 两天就回来了 对 今天他们这边是四川 四川的话 现在这个点还天亮的 在成都有没有吃火锅 成都没有 有点辣 第一次 第一次 对今天是 是第一次出去玩 好几天没直播了 是不是担心小姑娘了 咱们主播家人们 你们是不是担心她了 有人担心她吗 叶总心肠太好了 姐妹 你这次也 出去玩了回来了 你有没有什么 就是 出去游玩了过后的感受 你能给咱们直播家人们讲一下吗 要 要什么 要多去学习 多提升自己 然后 不断的 进步 才能 生活在 这种城市里面 感受不同的生活 感受不同的生活 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步 才会和优秀的人 没有 没有差距 然后没有距离 所以要提升自己 要提升自己 对 不提升自己 感觉会被淘汰 那初初问你啊 小姑娘 那你下一步准备怎么打算呢 不是要去工作了吗 对呀 所以说我就想了解一下 因为你说要提升自己吗 小姑娘 但叔叔觉得 可能 说实话 咱们直播家人们 我觉得吧 因为可能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人 成长 和学习东西的方式 只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说 可以看书 咱们可以在书本上学习东西 第二种呢 就是说 咱们可以去经历 从经历之中 就可能咱们今天吃了这个亏 对不对 咱们就不会再去吃第二次亏了 对吧 咱们主播家人们 这也是一种成长 也是一种学习 对吧 就经历了过后 你会成长 你总结 就会学习 就会成长 然后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说 有人教 有人带 知道吗 今年 但是最快的 学习东西的方式 就是有人教 和有人带 你看 是不是每一个世界冠军的 老师 都是世界冠军 你发现没有 小姑娘 真的呀 咱们这个 咱们你看很多 比如说 一些比赛呀 来 咱们主播家人们 大家发现没有 真的 就说很多 世界冠军 她的师傅 她的老师 一定也是世界冠军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 名师出高徒 所以小姑娘呢 你想要学习 想要成长 那你一定要 找好老师和队友 进驻者 什么 听说过一句话吗 进墨者黑 进猪者赤 知道了吗 小姑娘 所以说 叔叔 刚刚才就问你了 我说你准备下一步 怎么打算 你下一步准备 想好了吗 不是要去工作吗 对呀 去工作 你在叔叔的公司里边 叔叔也觉得 你一定会有 更好的一个提升和成长的 对呀 真的 对吗 来咱们直播间 所有家人们 刚刚叔叔说的这句话 对不对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对的 打个对 真的 世界冠军的师傅 一定是世界冠军 因为包括小姑娘 她今天想要成长 想要提升 我觉得她也要找对人 跟对人 对吧 真的 读半件书 不是行万里路 对 这有咱们的粉丝们 大家打在公平上 是的 上班了 对 这么多人打对 几年去夜总家里面 几年还没去我家呢 几年还没去叔叔家呢 这个样子 咱们直播家们 你们想不想 今天去我家 我问一下他们 小姑娘 因为她有点害羞 她有点腼腆的那种感觉 因为包括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话 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明显的 能够感觉到 几年这小姑娘腼腆 但是我带她出去的过后 我就特别明显的感觉到 她去机场 她就给我 她就一直跟在我后边 可能距离我不超过 十公分吧 一米以内 她一定是保持在这个距离里面的 咱们住人家们 就几年她给我去机场 去逛街 去商场 永远都是一米以内 安全距离一米以内 她是把自己走丢了呀 这小姑娘特别的腼腆和害羞 然后出去过后 对吧 然后现在我知道了 但是我想 要让她去我家里边的话 这小姑娘应该更不好意思 她更害羞 想吗 这么多人想她去我家呀 几年 你看 咱们这么多直播间的家人们 他们都希望你有一天 能去叔叔家里边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叔叔家做客呀 你不用去我 就是很远的城市的家 你去叔叔 比如你们在乐山这边 叔叔租的房子里边 叔叔平时现在住的房子里边 你去 串个门 去叔叔家坐一坐 你不然 你看 每次叔叔来你家找你 我知道你家在哪 我来了过后 每天都可以来看你嘛 但万一 叔叔多久 几天没进来 你想叔叔的呢 对吧 你看你也成年了 你也是个成年女孩子了 你也这么大了 对吧 小姑娘 你也知道自己平时也可以出去坐车呀 想去哪 也有自己人生自由权嘛 你有一天你想叔叔的 你想去找我玩 你还找不到路呢 那咋办 对吧 你说呢 是的 是呀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叔叔家玩 没事的 你不用不好意思 叔叔现在一个人住 又没有别人 你不用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怕一怕他 咱们主观家 我还怕小姑娘 他就是 倒是不好意思 他去我家 对吧 万一我家里面有其他人 比如我的一些家人 他会不好意思的 没关系 你就去叔叔家里边坐一坐 参观参观 你找到我家的弟子在哪 你平时想来找我玩 你可以来找我玩呀 对吧 你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咱们主观家们 去吧 咱们主观家们 他们好多时候叫我去 叫去去去 这个样子哈 因为小姑娘呢 这两天我们刚刚 也去北京旅游玩了 回来回到家乡了 这小姑娘 我觉得也旅途劳累了 因为你看嘛 我都觉得她挺疲倦的 今年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旅行的话累不累 不累啊 不累啊 那叔叔怎么感觉 坐车那些都挺累的了 那真比你小姑娘 身体还挺好的 就说 因为我觉得吧 旅行的话 还是会比较疲倦一点 叔叔想你这几天 能够好好休息一下 嗯 可以吗 你别盯着我 你怎么一直盯着我呀 咱们主观家们 他一直盯着我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这边你们的鸟 到处都是鸟 他都在叫 这是资鸟生 这不是鸟 这是资鸟呀 这资鸟 这不是鸟 这是资鸟 你们说今天去我家吗 因为我家又没人 咱们主观家们 我觉得他也不用害羞 到时候如果哪怕去我家 我也可以给大家 也开个直播 怎么样的 也都行 对不对 小姑娘 那这个样子吧 叫我哥哥 你叫你哥哥陪你 没有 我叫我哥哥 我说我哥哥 开个灯 开灯吗 开灯可以 我听错了 我怕咱们主观家们 我因为几年他说 他去我家的话 去我家玩的话 他把他哥哥一起带上 我怕他那个表哥了 他那个表哥 有点暴躁脾气 但是也没关系 那叫做直爽 直爽嘛 就是说 如果哪怕你表哥 跟你一块去 叔叔家做客 我也欢迎 真的 只要是你的家人 叔叔都欢迎 叔叔都希望他们 能够开开心心的 因为我作为动道主 我带他玩开心 他来我哪怕去我们家里 参观一下 你去吗 他们好多人在家里去 你看 这个样子 咱们主观家们 叔叔我的话 就给小姑娘 散作主张了 既然咱们 主观家们 你们这么多人 叫他去 那咱们 接下来 我看一下 咱们多久时间 允许的情况下 咱们就带几年姑娘去 好不好 咱们主观家们 这个样子 咱们把小赞赞点一点 现在咱们的小赞赞 是多少万呢 咱们点到 250万好不好 咱们主观家们 大家一起点点小赞赞 点到250万 点到300万吧 我相信你们 点300万也没问题 咱们就去 我就带小姑娘去 可以吗 小姑娘 咱们就点点小赞赞 如果咱们主观家们 他们支持你的 咱们把赞赞赞点到300万了 叔叔就过几天 因为这几天 刚刚旅行完了 你比较疲倦 还有你家的很多龙活还没做 你先把你家的活给做完 然后给你爸爸妈妈 陪陪你妈妈他们 陪陪你家里的老人 然后你给他们安顿好 你给他们说好了 过后 叔叔过几天 再带你去外边玩 可以吗 去哪里 去我家 可不可以 咱们主观家 麻到300万了 现在200多万小赞赞了 因为小赞赞 因为叔叔对大家 咱们主观家 叔叔说白了 跟你们开直播 没有任何的利益可图 真的因为我也不希望大家送礼物 因为送礼物的话 很多主播开直播都享受礼物 但我不一样 小姑娘也不一样 因为送礼物得花钱 但点小赞赞就不用花钱 所以说咱们主观家 我随时我都叫大家点点小赞赞就够了 就把你们送小礼物的这份心意 咱们转化成点点小赞赞 转化成动力点点小赞赞就够了 因为这个小赞赞免费的嘛 是不是 咱们主观家们 我马上点到300万点赞了 小姑娘 你看 现在270万了 280万了 这么多人点赞呀 这么多人点小赞赞 我的天 好多人点小赞赞呀 几点 这么多人点小赞赞 我马上300万了 真的马上300万了 我300万 三倍点赞的 不要说300万了 叔叔 上一次他们点到过1000万了 这么点到1000万了呀 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他们都点到1000万了呀 三倍点赞就是点10下 就20下 点20下就等于点40下 相当于现在点一下 就是叔叔和哥哥姐妹 一人点10下就是 相当于现在就是双倍点赞了 对呀 马上就400万了 哇 咱们主观家们 我们说要300万 你们现在给我点到400万了呀 这么多人点小赞赞 上一次点到了1000万 我的天呀 谢谢咱们主观家所有家们 马上点到400万了 这么多人 点到400万 这么厉害 太牛了 太牛了 已经马上400万了 390万 哇 小姑娘 你看 真的 喜欢你的这些叔叔 阿姨哥哥姐 他们都太热情了 真的 太喜欢你了 哇 410万 420万了 430万了 这么牛啊 咱们主观家们 你们太给力了吧 太猛了 太猛了吧 真的 他们太给力了 好了 可以了 咱们主观家们 你们太热情了 太热情了 460万了 感觉都停不下来了 真的 太猛了 可以哈 既然咱们主观家们 你们这么的热情 叔叔 我就这个样子哈 我抽个时间 我看最近 我就把这小姑娘 带到城外边去 但是说实话 这几天的话 可能得让人家先休息休息 因为他妈妈 因为几年 他妈妈就他一个女儿嘛 然后几年 他妈妈的话 怎么说呢 平时的话 也就只担心他 他妈妈就他一个女儿 因为说实话 一般好像 今天你们民族 好像他们一般都会 就有几个小朋友 都会生几个小孩 但今天他们家不一样 咱们主观家们 就说 他妈妈很担心他 他回来了过后 他妈妈 我们包括我们在外边旅游的时候 今天小姑娘 他妈妈都一直打电话 都一直问他 哎呀 你到哪了呀 你就是你们出门 一定要小心呀 要走斑马线呀 不要走 因为平时他们在山里边嘛 520万点赞了呀 我的天 太给你了 因为小姑娘 她平时在大山里边 咱们主观家们 然后这一次突然去城里边 她妈妈就担心他 害怕他走路 就没有走斑马线 这些东西都要担心他 我都笑了 我都给小姑娘说 我小姑娘呀 你跟你妈妈说